艾森尔茨 艾森尔茨是一个只拥有将近4000名居民的小镇 它位于斯蒂里亚州北部 历史上的艾森尔茨在奥地利的宗教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16世纪坚决反对宗教改革中 艾森尔茨的居民们曾经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斗争之路 守住了天主教在这片区域的统治地位 阿尔茨贝格山便坐落在艾森尔茨小镇 这里是中欧最大的露天铁矿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零铁矿 这座山丰富的铁矿资源成了本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奥地利几大重要的钢铁厂和若干钢铁科技开发公司 以及本地的刘米大学 都归功于阿尔茨贝格山的自然资源开发 尽管 尽管 如今的艾森尔茨小镇已不复中世纪时期的辉煌 但是这里的人们仍然过着闲适而安静的生活 一磅阿尔卑斯山 这里的气候温暖舒适 就像是一范子 铁矿子 但这部分是有点稳定的 铁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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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标之一,便不能不提到奥斯瓦尔德罗马天主教教堂 它是斯蒂利亚州最大和最重要的防御型教堂建筑群 也是奥地利为数不多的完整保存的教堂之一 因此它被称为圣奥斯瓦尔德教堂城堡 不同于首度位那金碧辉煌的罗马天主教教堂 奥斯瓦尔德罗马天主教教堂显得更加实用 在教堂的最底层我们还可以看到 一个由若干历史图片和音频而构建成的工人博物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奥斯瓦尔德教堂建于15-16世纪 作为艾森尔茨城市景观中最具特色的地标之一 它每年吸引着无数前来朝圣的游客 在1529年的土耳其人维攻维那事件中 奥斯瓦尔德教堂的防御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后防御攻势也持续得到了加强 依板可欠的 我是还有 tweets taxiger tails 却就颇吻 wi-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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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-за mighty 拥有着不少自然资源 但是城镇的没落可想而知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这里的工业开发和自然保护 并没有显得非常的冲突 所以这里的阿尔卑斯美景 不曾遭到过破坏 如今前来旅游的人们 更多的也是享受这里的自然景观 和观览过去作为钢铁小镇的辉煌与历史 这里记录着艾森尔茨 作为钢铁重镇的历史与辉煌 感谢观看